孟德尔第二遗传定律是所谓的独立分配律 里面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说 成对的遗传因子的分离并不会受 不受其他对遗传因子的分离的影响 各对遗传因子的分离简单来说就是独立的 他是透过两个性状的杂交的实验 去得到这个结果的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你看他拿这个黄色的圆的这种豌豆 纯品系的黄色圆豌豆 跟这个绿色的皱的豌豆去杂交的时候 产生出来的第一子带虽然也是黄色的圆豌豆 但是他里面的遗传因子就是大Y小Y大R小R 所以在产生配子的时候 Y跟R会是各自分离各自的 所以大Y有可能配到大R 大Y也有可能配到小R 小Y可能配到大R 小Y也有可能配到小R 所以说这个第一子带所产生的配子就有四种可能 所以最后当产生第二子带的时候 才会也产生出四种不同的性状 而且分别是9比3比3比1的比例 可是当这个萨登跟鲍法利提出了这个遗传的染色体学说的时候 他们就想一件事情 染色体的总数目总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像人的染色体是几对 我们知道是23对对不对 我们知道人的染色体是23对 所以他们就想一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 比如说如果这个美人间 是由单一一个这个遗传因子呢 决定的 然后呢卷不卷舌 又是由这个一个 一对呢遗传因子决定的 然后呢 他们美人间有的的话 有的话呢 这个就是显性的这种表现型 那如果有卷舌的话 也是显性的表现型 如果我们先假想是这样子的话 那但是如果今天呢 这两种遗传因子 它是位于同一个染色体上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就想象一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这个细胞 比如说这个是所谓的 筋母细胞或卵母细胞好了 就是可以产生配子的细胞 那今天如果刚刚好有一个人 他既有美人间 然后呢 也有这个卷舌 那我们把美人间的这个 遗传因子呢 给他的代号是M 大M跟小M好了 大M小M 然后卷不卷舌呢 我们用S 大S 还有小S 大M呢 就代表是能够产生 美人间的这种遗传因子 小M呢 就是不能的 好 就是隐性的那个因子 那卷舌呢 大S呢 就是卷舌的这个遗传因子 小S呢 就是不卷舌的遗传因子 那大的都是显性的那个因子 那如果今天呢 刚刚好有一个既有美人间 又卷舌的人 所以他的这个 呃 遗传因子的代号呢 我们会怎么写 我们就会写 大M小M 大S小S嘛 那如果今天M跟S恰恰好 在同一对的这个染色体上面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画 好 他这个遗传因子 因为我们按照刚刚上面的什么 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我们已经知道遗传因子 是位于染色体上了 好 所以呢 现在这个遗传因子 大M小M大S小S 如果呢 在这个染色体上的话 而且他们又在同一对染色体上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是大M 这里是小M 好 那这边呢 如果是 大S 小S 那这时候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看 如果呢 我们不是要这个减数分裂吗 我们减数分裂不是会先经过一次复制 我们先经过了一次复制 稍微把它画好一点 一次复制 然后呢 这边有什么 复制就会长一样嘛 所以左边的都是大M 这边的呢 都是小M 然后呢 对于 卷舌的这个遗传因子的部分呢 这里都是大S 这里呢 都是小S 那接下来呢 就进行了什么 第一次分离 第一次分离的时候 就已经是同源染色体分离了对不对 所以第一次分离的时候 就已经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只剩下呢 姐妹染色体呢 还怎么样连在一起 所以呢 所以呢这边就是两个都是大M 这里呢就两个都是小M 那上面呢 两个都是大S 这边呢两个都是小S 那再经过一次减数分裂呢 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经过一次减数分裂就会产生四个嘛 对不对 就会产生四个我们的配子 好 我们画一下 好细胞核 然后会产生我们四个配子 啊 这样画不好 来 四个配子 每一个呢 都带有一条染色体 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 就是什么 大M的呢 就跟大S的永远配在一起 小M呢 就跟小S配在一起 小M 就跟小S配在一起 因为这两对遗传因子呢 他们刚刚好位于同一个染色体上面的时候 他不管怎么复制 怎么分离 他这个成对遗传因子的分离呢 是会受另外一对影响的 大M就跟着大S 小M就跟着小S 所以这种称为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遗传因子 同一条染色 它们的分离就会相互的受影响 它们的分离就会相互的受影响 很像绑签的那种感觉 绑在一起相互受影响 而这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就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不同队的这个遗传因子 同一条染色体上 我们还可以加一下 不同队 这里不要用同一条好了 我们用同一对染色体上 不同队的这个遗传因子 这样讲更精确 同一队染色体上 比如说人类的第17队染色体上 然后呢 有两种不同的遗传因子 可是这两种不同队的遗传因子 它们在分离的时候 是会彼此呢 牵涉在一起的 OK 在同一条上面 这个大M就只能对大S 小M就只能对小S 如果当初一开始 长得这样的时候呢 它们没有办法什么 产生出 你看它们这样就只产生出 几种配子 只产生出两种配子而已 OK 那如果是刚刚我们最早讲的这种 什么呢 我们最早讲的这种 孟德尔第二遗传法则的 独立分配率的时候 你看它的大Y小Y大R小R 产生的配子是产生几种 产生出四种 因为它们的Y跟R是可以怎么样 自由配对的 OK 如果今天呢 因为绑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同一队染色体上 它们就没有办法自由配对 而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称为连锁群 OK 连锁群 所以其实啊 孟德尔当初还蛮幸运的 他去找的不同的性状呢 的这个遗传因子 因子呢 恰巧都位于 豌豆的不同的 染色体上 所以它才不会观察到任何 两个性状之间呢 两个不同的性状之间呢 它们的遗传因子 会有这种 不能独立分配的情形 OK 所以啊 你有的时候做实验呢 也是还是有一些 机运存在的 OK 以上呢 是关于连锁群的介绍